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前年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到后面也有几首单曲啊 还有现在这次的EP啊 对 还有这次的EP 还有一些可能帮连续剧写的单曲 就是你的累积没有说太少啦 已经有一些了 其实我还有很多歌是 我现在宣传期 然后还正在制作 所以我就是宣传期跟制作期 我们是同步进行 所以听起来就是很饱满很扎实这样子 我应该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工作 然后睡觉前的前一天 一秒也还在工作 就是我除了睡觉 你有工作强迫症吗 有没有工作强迫症 其实我有曾经怀疑过这件事情 但是 我不知道我就是也 我有可能有一个很强烈的使命感吧 因为我觉得我 像我们刚才 其实我有跟有兴老师 就私底下聊了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比较大才进 年纪比较大才进歌坛 就是我其实花了很多心力去 可能先筹备一些事情啊 先赚钱啊什么的等等 所以我会觉得说 是有原因的吗 就是他真的超级累 嗯 就是他他真的是把我们都逼到极限的累 高风险高报酬啦 对高风险高报酬 然后我其实做的也 比如像之前在金融科技 也不是我爱的事情 哦 我做这一切 你不爱钱吗 没有我心中 我哎 永庆老师讲这个 讲到重点 我对于钱的那个执着 是在于 我希望有一天 因为我从13岁写第一首歌 嗯 开始我就想进歌坛 哦 所以我就一直想说 我知道我现在赚钱赚的不开心 但是这些钱 有一天是要拿来完成我的梦 我都鼓励我在学校的学生说 你们一定不要觉得你这辈子只要会做音乐这一件事 好像觉得做的很不错就足够 嗯 我觉得你们最好还要斜杠懂得一些投资 对 对 买些ETF或什么的 你投资将来这些主动关心下的被动收入 搞不好就帮你付掉你的房租水电费 让你可以更专注的去做音乐的工作 是 对 他们好像有点懂又不太懂 他们觉得说我们就是专心创作就好了 我干嘛去想什么赚钱投资这种事情 就是觉得 如果他们现在的税数就开始做这个事的话 他有时间复利可以帮他累积很多的财富 可是他有想通就有想通 他没想通他就会 一直过不去这个部分 将来他就会觉得说 天哪为什么一首歌的点击流量 版税一年下来怎么这么少的钱 超级少哦 我先跟大家说 那个我在华纳也有就是上下那个百万的MV嘛 就是百万点击的MV 然后一年下来结算的税 我这个我可以讲吗 可以啊 我不知道可以讲 但是你们绝对想象不到 一千块都不到 我 我脑比你多 一千块 一千块都不到 我中间还赚了好几首 最后才到我手上很少很少 还要扣税呢 对对对 就是 因为我刚收到我去年的版税 五千一 可是老师这么多创作 没有啦 最主要是因为有写给飞玉清 他那个点击量的歌还蛮固定的 可是还是还是因为那个是 不过跟时间应该年代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像有一年 16年 因为中国好生有个参赛选手 选的那一首我写的歌 我那年突然多了三万多块钱 可是点击量冲高这么多 对冲这么多出来 很可怕吧 那那真的还蛮蛮可怕的 但我不能希望每年都有人选他 我也希望那个选秀节目能用我的歌 对 冲一下我的点击 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被动收入 让你的经济生活比较没有堪率的话 对 因为其实我也懂很多所谓的 starving artists 其实可能他们觉得 他们在这种很 很窘迫的 就是生活当中才能写出一些音乐 我也不能否认这个观点 但那个足以养活你自己嘛 可是很危险 我只能说 对就是在这个教育电台上面 我也想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样是有风险的 这个歌中了红了 不是未来每一年都会这样子的点几量啊 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现在artists这么多嘛 是 而且大家晓得 一年一年都多个 就全世界多个一两一首歌的话 你的分母越来越大 它会稀释掉你上面那首歌的流量 现在歌已经像是海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入到这么红海的产业里头啊 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执着的地方 你这个赌注我觉得很大 很大 你家人没有反对吗 其实我家人从我一开始 国中跟他们讲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觉得 不要吧 为什么会这样想 叫你先去金融业投资一点的 也不是啦 就是他们可能会希望我说 去当个工程师啊 就是比较稳定的生活 稳扎稳打 对对 那我觉得我比较贼一点的地方是 我也没有反对他们 就是我也一路好好念书 然后我可能也有念工程啊 你看起来不太有伤害跟叛逆性 对我从 就是大家可能 因为很多就是这些艺术家 我的这些歌手朋友们都说 他们年轻的时候都跟他们爸妈出的不好啊 他们有什么所谓的反骨啊 我说我也有反骨 但我们反骨藏得很漂亮 对就是我每一年 你的反骨叛逆用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OKOK 我每一年 我虽然就是乖乖的读书 然后我也就是去找好的工作什么的 就是比较赚钱的行业 但是我每一年 我都花一些时间跟我爸妈就是聊天 然后就跟他们讲说 其实我觉得现在音乐产业 可能虽然不是最景气的时候了 或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做歌真的很棒啊 可以可能影响很多人 你在打预防针 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每一年 我都这样我的反骨是用慢 慢的这个 有点慢火熬煮出来的 你那是精神处方签 Mental Subscription 对对对 我有点brainwash他们 然后过了十几年 真的十几年 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 所以洗成功了吗 我从十三岁嘛 然后正式出道二十七岁 你洗了十年以上 十四年 我这么有耐心 我等了十四年 所以你爸妈被你洗成功了 洗成功了 所以他们现在非常支持我 对非常支持 你这算是比较软掉的反骨 对我这个是 所以我写了一首歌 就是说就是 我藏了 偷偷藏了一块反骨 就是那首歌 在我最窝囊的日子里 就是因为我说 其实有一段日子 我过得很不开心 很不快乐 因为我其实 所以莫凡心 其实你并没有给自己 做什么人设 在这个歌唱角色里头 在歌唱角色里头 其实原本 这个跟老师分享一下 我原本的人设是比较偏 因为他们说理工男嘛 所以就可能是宅男 宅宅的这样 然后可能不太会跟人家沟通 上节目都不太能讲话 情歌宅男吗 对或什么的 可是后来他们发现 这个路好像不太对 因为我明明就超爱 跟别人讲话 然后虽然我念理工 是也没有宅啊 我最不喜欢就是待在家 我超喜欢就出去打球 然后爬山看海 然后跟人聊天 就是我还像唱完校园唱 我还跟学生一起去逛夜市 什么的 可以这样子啊 可以这样 我就是没有在care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被经营公司骂 他们就说 你也太没有艺人形象 我说对我来说 做音乐就是要跟大家更有结合感 所以那个人 不会故意创造你的 那个人设在一开始没多久后就坏掉 对对 我已经崩坏了 所以我已经没有人设 已经坏掉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来之前 我在看那个韩国一个练习生的谈话节目 然后我今天主持人也很贼 他说每个人讲 自己叛逆期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有一个就是看起来乖乖的说 没有 他其实并没有特别什么叛逆的行为 这样子 你知道主持人下一句问他什么吗 你什么时候看过A片的 他就突然笑而不打 然后全场都知道他很早就看过 这个主持人Cue也Cue的很快 对对对 这个真的蛮贼的 你在告诉我你没有叛逆期 你试试看 可是我觉得看A片跟叛逆期 好像也不一定相关 不是因为表示你在青少年阶段 未成年阶段 你就还是会去看一些 父母不让你看的事物 对啦对啦对啦 对啊 我觉得还其实我 我觉得如果我有小孩 我觉得会蛮正常 没有他当常 会假装我不知道他们在看的 就当时要戳破你那个意思 哈哈哈哈 好啦我们第一首 主持人好不给面 第一首歌来听哪一首歌 我们来听 因为我很少在电台能分享这首歌 所以我想说分享一下 我想分享这首 偶尔帅一下 嗯嗯嗯嗯 为什么很少分享啊 呃因为 你本身帅帅的啊 可是这首也 第一点它不是主打歌吧 哦 第二点可能 嗯 嗯不是主打歌然后 然后第二点可能就是 嗯嗯 就是在我的歌路中 或歌单中 嗯嗯 它是一个比较跳tone的一首歌 所以我也很少介绍到它 但它之所以跳tone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点我其实比较是 acoustic bass的人 写比较多folk啊 country啊 甚至 比较类名歌 所谓unplug 对比较unplug的东西 那 那个这首歌是我出了就是这么多歌之后 嗯 第一首 比较嘻哈 rap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要 你有这个性格哦 我其实本来没有 我也是进来这个业界之后 啊 那是很后面呢 呃对啊 就这两年的事而已啊 为什么今天是很多嘻哈歌手吗 还是 呃对就是可能 我刚好校园场 或者是很多场会碰到一些嘻哈歌手 然后就跟他们聊啊 什么的 然后就听他们在做 他们做音乐的方式 我觉得很特别 我遇到嘻哈歌手 常常就不知道聊什么 因为我就是谁都能聊 所以我才说我没办法当演宅男 我演不下去啊 对 那你还可以跟他聊不错 你的频率很宽耶 就我频率超宽 我跟谁都能聊 宽频的莫凡心 对我算是宽频的 我算是宽频的 还有很快的网速 对对对对 好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歌 回来继续聊好了 偶尔帅一下